葳葳 你快點上學校論壇 怎麼了 快快點快點快點 什麼鬼啊這是 可以很大的 我喜歡 明明吧 會 什麼 我可以是 我可以 我不是 啊 這個C君又是誰啊 這還用問嗎 你沒看回天 肯定是貿易人啊 这个阿湘奈尔估计是 孟一然的朋友 这种女人 大概觉得全世界的男人 都应该围着她转 爱着她 不爱她那就是肤浅好色 不懂内涵 我们把葳葳葳的成绩单贴上去 羞死她 对 不用理她 丢人的又不是我 葳葳 葳葳 你是不是生气了 人家夸我有才有貌 我受什么气啊 人家哪夸你了呀 人家明明是骂你没脑子好吗 身材也是材啊 再说了 大脑这种东西 要在同一个水平上 才能互相承认 葳葳 你好毒啊 这算什么 按照愚公的话说 这连大神的九牛一毛都不到呢 葳葳啊 你真的是三十四岁吧 别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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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给你的 下奈儿五号 谢谢 她好像不知道乱谈的事情 反正我微博也被黑了 乱谈帖子也被删了 应该也不会有人这么不长眼 跟她提这个事情吧 就当没这个事吧 真是失策 谁那么八婆 把我肠微博转出去 情况到底怎么样 晓晓 你真是太厉害了 全都被你说对了 我只要做自己 然后保持微笑 肖娜她就主动跟我说话了 你们先下车 我停下车过来 我陪你一起去吧 葳葳 总要留下个主人招待客人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真的在 前面白花呀咱们 喂 你看餐厅里面 靠近柱子那一桌 她们怎么也来了呀 她们怎么也来了呀 难道是来吃饭的 孟毅然旁边那女的 会不会就是爱香奈儿啊 我看多半就是她了 长得就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 你们怎么知道 她们会在这儿吃饭啊 其实我也不确定了 她微博还没被黑的时候 我去逛她微博 发现她说 这家餐厅今天开业 我就在想搞不好她会来 就试试呗 你们想干吗呀 我们什么都不用干 就已经晕了好不好 一点都不喜欢这样 仿佛把大神 当成了反见和炫耀的工具一般 而且还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薇薇 你不会是想临阵脱逃吧 什么临阵脱逃 我什么时候要打仗了 明明是来聚餐的 被你们这样一搞 连单纯的聚餐都变得不单纯了 算了 就当他们不存在吧 反正只是同一家餐厅吃饭而已嘛 一会儿你们给我多吃饭 少说话听见没有 也不准多吃 不要 师兄 你看你家薇薇 哪有你这样招待客人的 师兄 薇薇这么一说 我们一会儿都不敢点了 没关系 我的钱包赞是还不归薇薇管的 那我们要趁现在多吃点 到时候薇薇管师兄钱包了 我们就连咸菜也吃不上了 快走 慢慢来嘛 事情总是循序渐进的 谁叫你之前用错了方式呢 好 大神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一下飞机就开车过来呢 他肯定以为 这是一场单纯的聚餐吧 哪里会想到 有别的目的呢 不 对 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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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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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